哈喽大家好,我是大叔亮哥 北京时间7月16日上午 2022年由今田径市场赛正式拉开了序幕 而今天给大伙介绍的是 男子100米预赛的比赛 而今天给大伙介绍的主角 就是这位来自我国的苏炳天 也正是在东京奥运会上的一名金额 也让世界看到了中国速度 可以说苏炳天也用自己的实力 去为中国队夺得了许许多的领域 现在的苏炳天已经32岁了 本场比赛也是苏炳天2022年的赛季首旧 继东京奥运会后 苏炳天休息了将近一年的时间 再加上疫情的影响 国内并没有什么比赛进行磨练 这势必对于苏炳天的状态影响 也是比较大的 比赛到底有多激烈呢 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欣赏精彩画面 热力是苏炳天是第二小组亮相的 今天苏炳天处在第二跑道的位置 本场比赛苏炳天的最大金融对手 就是处在第四跑道来自美国的科尔利 而这个科尔利来头非常不简单 科尔利则是该项目的东京奥运会 银牌获得者 最快的一位处在第一的位置 而科尔利起跑就会稍微逊色一点点 处在落后的位置 才跑出没多久 只见科尔利就已经奋力冲到了第一的位置 而苏炳天已紧追求处在第二位 前三日米苏炳天还是处在第二位 不过后程苏炳天似乎有点降速了 只见科尔利继续在奋力加速 只见科尔利率先冲过了中文店 最终科尔利跑出了9秒79的成绩 无悬点得着预赛第一 直接进一半决赛 而苏炳天以10秒15的成绩 最后只获得预赛第五名 当人们都觉得苏炳天将无缘晋级半决赛的时候 结果剩下主别的选手 也很多都没能超过苏炳天 最终苏炳天以总成绩第24名的身份 有惊无险晋级到半决赛当中 从前三十名还处在第二的位置 再到后程无奈没有坚持出最后只获得第五名 也看得出苏炳天是尽力了 毕竟这也是苏炳天休息近一年以来的第一场比赛 而且赛前苏炳天自己也曾表示过膝盖有点伤 这自然对苏炳天的影响也是比较大的 能跑出10秒15的成绩也已经非常不错了 而这10秒15的成绩放在国内 也是今年该项目的国内最好成绩 接下来苏炳天还要参加男子4成100米接力的比赛 也期待苏炳天会有更加精彩的表现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 看见铁鱼赛事 有我大嫂想办 我们下期下回